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BKCooking 咪咪眼吃飯 我是貝兒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超經典的蛋炒飯唷 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白飯兩碗 青蔥一段 一小撮鹽 醬油兩大匙 兩顆蛋 三大匙 沙拉油 首先我們先來打蛋 加入一點點的鹽巴 將蛋打成蛋液 切成蔥末 接下來把蔥切成蔥末 取鍋我們熱鍋 把蛋液倒入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仙草蛋液再加飯 改天我們再來示範 一種的黃金蛋炒飯 把蛋液炒散了之後 加入白飯 接著把飯炒散 中間可以加入一匙油 如果太乾的話 加一點點油再續炒 把蛋液跟飯都炒勻了之後 將醬油沿著鍋邊淋下去 這時候鍋邊會 炒的一大聲 沒有關係喔 就是要這樣子 才會有鍋氣的香味炒出來 接著我們把飯跟蛋液 還有醬油都炒均勻了之後 把水器炒乾 最後加入蔥末 如果你想要加白胡椒粉 加一點點也可以 炒勻之後就可以起鍋食用囉 接著叫做沾鍋 開始 adalah 沾鍋 explaining